早上の開設 早上の開設 Hello 大家好 今日小金要帶大家來 拔蘿蔔 1、7 拔蘿蔔 拔蘿蔔 嘿咯嘿咯 拔蘿蔔 啊? 你說我唱錯了 今天不是要拔蘿蔔喔 今天是要拔什麼? 要拔蘿蔔的好朋友 Om LINE 你是说凤梨吗 凤梨在哪里呢 在我的后面吗 我来看看 真的有一个超级小的小凤梨 追踪小金粉专的朋友就知道 之前小金有破过和小凤梨的合照 但那时候它还是绿色的 可是现在已经整个都变黄了 重点是它整个弯腰快要掉下来了 所以虽然就不甘 但还是要赶快把它给拔下来 好咯 接下来就要来把这个小凤梨给拔下来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戴那个手套啦 或者是我没有那个手套 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把它拔下来 拔下来了耶 哇 还好还好 嗨 小凤梨好可爱吧 而且你知道吗 还可以闻得到凤梨的香味呢 好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摘下来的小凤梨 诶 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眼睛跟鼻子啊 那你知道其实 这个凤梨头是还可以再拿来种一个新的凤梨喔 来 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它给切下来喔 已经有小蚂蚁在它身上爬了喔 我见这个凤梨应该挺滋滋的喔 OK 好 切下来之后呢 凤梨头的部分 我们要先把一些叶子给拔下来 看还是有些小蚂蚁头吧 把比较下面的这个叶子喔 轻掉一些 拔掉一些 其实这是 小金的妈妈 李妈妈 她是一个园艺达人 她教我可以这样种的喔 这一棵小凤梨呢 当初就是她 先摘种下去之后 然后拿来给我继续把 小凤梨抚养长大的喔 也有人说要先泡到水里头 让它有一些 应该是根嘛 长出来这样子喔 那也可以直接 我比较懒惰 我会选择直接把它种到土里头去 这样子 OK 好我们就要拿去 种到土里头去啰 土歪挖 挖出一个适合 凤梨的新家 挖出一个差不多的深度吧 然后把小凤梨 给放进去 希望今天种下去的 鳄梨宝宝可以赶快找到喔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欢迎给小金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以及开启 叮叮当喔 我们下次见